你有打掛把吧 有 六軍的步槍 無依托握射 48發實彈 打好打滿 不用穿軍服 仰態不像教招 而類似國外公辦射擊俱樂部 免費參加的閒決條件不能達成 你必須是個後登軍人 想說剛好自己11年到了 可以有這個機會就來報索一下 其實四小時很短 大概請個半天加一天加 就可以來體驗 我更有動力跟意義 就來然後回去還可以上班這樣 列營隊的射擊訓練 2024年第八題字 輪到了戶籍 在台北市的有志青年 繳出手機 領裝後 開始暖身操 這一天的訓員很幸運 由特勤隊退役師官長 輕受槍罰 你傷發要完全種在這裡面 才算這支步槍才算是歸到底 那這一支步槍就屬於你自己個人 射手基本功要求 如今不分後備或現役 第一步透過輔具 找出屬於自己的射擊圖像 再輕鬆 再來 再往下一點點 這什麼 差不多 差不多 不要說差不多 沒有差不多 這一發子彈打直去 沒彈就沒彈 沒彈就沒彈 槍把鏢和彈道產生更多交集 申訴的用槍姿勢 也得接受永叫 他彈腳底弟是錯誤的 第二個 你的左手要完全握 這個槍都平面 抵到槍 抵到你的右肩窩 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 但是確實 但是要注意到就是 第一個 要能夠確實貼塞 第二個 要能夠平視瞄準 60分鐘速成特訓 是否心領神會 站上火線 試騙之 第一輪射擊 打靶 看榜 四床往返 又一載於調整狀態 四床給他走 現在大概走你再走 看你這邊帽子去 滿好玩的 要慢慢有打上去 見真章的時刻到來 至少命中20發子彈 才有榮譽狀 哪怕沒有獎勵金 訓員們仍努力證明 好看不只當年有 大部分都在15發 接近20發 所以都是 基本上都是有 5成以上的命中率 原本會來參加30個 那今天來了27個 這個報道率算滿高的 後備軍人實戰射擊 實行第二年 性質已經從營隊活動 轉為更正規的訓練課程 用意是讓退伍未滿12年 但是該年沒收到 教育著急的民眾 能夠多一次 操作槍支複襲的機會 對於國軍來說 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卻意外找回更多志願者 試水溫的新措施 不知心也沒得請公駕 為何還能讓一肝學長們 取之若悟 因為我是醫官嘛 所以對於醫療這邊 我們可以靠我們的 知道的專業 我們學到東西去做演練 對我而言 步槍是也是很不熟悉的東西 就是在當兵的時候 沒有很長時間的受過訓練 因為單位軍備 任務特性或專長需求 導致現役期間用槍機會少 後備招訓需求低的 不止海鴻軍 因為像我本身是通信科的 少備的話 我們到外島 其實幾乎沒有機會碰到步槍 我們都是碰電台 無線電 我以前是特指部的六零炮品 我們的建築物就是 破棋炮品手槍 所以沒有護槍的設計 過去較招的時候 因為建築物器的關係 所以終於要打到八 因為也是想說看國際上的 情勢的關係吧 如果有一天用得到的話 不要忘記說至少 射擊是什麼樣的進行 時事催化之下 誘人因為四肢不足 主動求精進 你會覺得以前 這個月太誇張了嗎 會 因為那時候 我是比較前面的T次 我等於西區兩個月 後面兩個月 取的東西其實不完整 那時候比較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不管是上彈甲 上子彈趴著 然後按六八就中了 看一看 第一個這種狀況 再拉一次 拉 拉 拉 打 很漂亮喔 發光的裝子彈 然後跟操作學得比較 比以前四個月太多 訓練亮人 騙不了人 最糟糕的狀況是說 摸到步槍 它完全沒有改變 因為以前沒有做過訓練 所以現在我們跟他講的話 但只能有一面之遠 短暫的記憶 我們還是要從旁邊去做輔助 其實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射手的熟練度 是用子彈位出來 連民放系統下的替代衣制度 似乎也因為情勢壓力所變略 異別和異期 都是政治決定下的產物 對整體防衛任性造成的落差 是否藉著不斷加強招訓 就能亡羊補牢 成效定論之前 備案多多益善 希望他們拿起槍來就能夠作戰 未來在戰場上 不管你是什麼身分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這些訓言是新兵戰士的未來世奇異 而抗彈盔下 每一張臉孔都是防務變革的見證者 盡頭前的你我 或許也曾參與其中 當防衛需求得靠議政滿足 政府 軍方和社會 唯有理解歧艦正是困境 導國上的每一份子才能真正不帶芥蒂 一同面對風險 融入已攻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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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